今天分享书线的大包子 百姿不腻 我分别是蒸的和煎的 想学的看看吧 秋冬的季节发面比较困难 所以我放在了面包机里面发面 只需要一个小时就可以了 趁着发面的时间 锅里放油,放上葱姜蒜末 用大火爆出香味 然后加一勺黄油豆瓣酱 煸炒出红油 然后加一碗淘水 再加一勺五香粉 一勺生抽,一勺老抽 搅拌搅拌 烧开之后关火 红薯粉丝洗净之后放进里面 搅散 关火焖一会儿 一颗原白菜 洗净之后切成条和切成末 加上适量的盐 抓拌抓拌 插出水分 红薯粉丝泡软之后 给它用铲子压碎 腌好的原白菜 挤出水分 放在锅里 加上葱花 盐 胡椒粉 香油 搅拌均匀 做成馅料备用 这个时候面也已经发好了 发的真的是很好 里面都是蜂窝状 把它放在案板上拍拍器 做成仓条,下剂子 擀成包子皮 再包上馅料 打着纸转一圈 做成包子的样子 我分别用了蒸的和煎的 全部都放进锅里 盖上盖子 再自行半个小时 包子和米糊是绝配哦 我这里准备的有小米,山药,梨,冰糖 都放在冰箱里面 加入水,打成米糊 包子二次醒好之后 该烙的烙,该蒸的蒸,全部都开火 蒸的选了12分钟就可以了 煎的这一锅呢,等到底部煎至金黄 往里面倒入一小碗的水 盖上盖子,大火收干 之后再煤5分钟 就可以出锅了 这个时候米糊也已经打好了 给它倒在杯中 热气腾腾的大包子 搭配热气腾腾的米糊 别提有多美味了 虽然是竖线的,但是百次不腻 个人感觉比肉的还要好吃哦 喜欢的也赶紧试试做吧 我是橘子,下期再见,拜拜 下期再见 zeg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